5月3日夜晚,两架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 是何人所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本期节目,咱们就先从这件事说起 目前已知的信息依然不多 但从视频中可以判断 这两架无人机的体积不大 属于小型无人机 具体有多小呢? 其中一个预期的建筑 叫做克里姆林参议员宫 现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名义上的办公地点 其穹顶直径有将近30米 而旗杆的底座在4.5米左右 根据无人机与骑士大小的对比判断 其驿展应该是在3到4米左右 没错,既然说到驿展 那么这大概率是一架固定翼飞机 通过逐针分析 我感觉这架飞行器是有个中轴线的 而且它的飞行姿态也更符合固定翼的特征 我想操作过无人机的都会知道 只要是多轴无人机 不管你几个轴 当你需要往前飞的时候 机身一定会呈现出一个轻角 这跟直升机一样 而视频里的这架无人机 似乎没有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反而是很平稳的俯冲飞向旗杆 可惜影片质量太差 无法清晰辩认 我等了两天 俄方也没有公布无人机的残骸 所以暂时只能拆个大概 那么这架无人机是谁派来的呢 咱们先从可能性最低的选项说起 袭击发生后 俄罗斯立刻表示 背后的黑手是美国 邪恶的CIA 指使乌克兰意图暗杀俄罗斯总统普京 之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除非搞笑 那就是他显然混淆了无人机 想要打击的目标 仅凭两架小型无人机 根本无法轰他克里姆林宫坚固的强体 真的要搞暗杀 那得由内到外引爆才能有效果 再说普京常年都在郊外的官邸办公 很可能当时根本就不在客宫内部 所以咱们还是得从视频中找答案 目前流出的视频都没有发现了个防空武器设计的画面 俄方似乎对此反应迟钝 这符合其防空部队一贯的水准 而所谓雷达或电站系统击弱无人机的说法也不成立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具备这种隔山打牛 还能打到爆炸的技术 无人机最后的爆炸 似乎是预设的程序 或者是被人为遥控所致 其攻击目标最有可能的 是插在穷顶上的那面总统旗 说白了就是冲着打普京的脸去的 而这也从侧面给视频中的一束细节做出了解释 在爆炸的最后一刻 隐约可见有两人正在攀爬楼顶 测想一下 无人机或许能骗过防空部队的雷达 但他不一定骗得过人的眼睛 如果客工的保安发现无人机逼近 他们能怎么办呢 有两个选项 一爬上楼顶干扰无人机 二爬上楼顶降下旗帜 再者这类事情但凡扯到美国 那基本上就是扯淡 突然干掉普京 并不符合美国避免战争失控的准则 而且以美帝公开和不公开的武器库来说 如果他要出动无人机搞暗杀 让你普老尔惊天人头落地 你就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至于俄方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第一时间就立刻承认预袭呢 在我看 这是其止损的唯一办法 克里姆林是俄国版的中南海 那么明显的爆炸 是无论如何都压不住的 所以与其在宣传上遮遮掩掩 倒不如大声喊出来 这是由美国支持的暗杀行动 但咱们大帝临危不惧 毫发无伤 为的是在这尴尬的气氛中 勉强挤出几分英雄气概 那么会不会是一场假旗行动呢 普京制导之眼 为升级战争找到接口 这个猜测的可能性也同样很低 因为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 你还想怎么升级呢 派特种部队空突济辅 消灭哲林斯基吗 但这处开幕戏 我们不是已经欣赏过了吗 俄方确定还想再演一次 或者是对乌克兰城市 发动大规模战略轰炸 让每个乌克兰人 都感到寒冷于恐惧 这个说法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不就是这个冬季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经历的事情吗 那么会不会是要使用核弹呢 使用核弹不需要搞假旗行动 因为在这之前 却有无数次的珍惜 比如莫斯科号被击沉 克斯大桥被砸断 赫松在公投入耳之后被收复 俄罗斯本土的战略机场被轰炸 芬兰放弃中立加入北约 理论上来说 这每一条红线都为发射核弹 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但它没有射 昨天它没有射 今天也就不会射 因为扬维不是一天就能够治好的 再说我觉得俄罗斯内部也没有人敢跟普京提出这样的假旗方案 因为专制政权最在乎的是面子 这好比是两个人掐架 突然一个人一边缓伤自己的嘴巴 一边叫嚣着 你再打我 我可就要动真格的了 除了让人看破手脚 不会有任何的威慑效果 那么会不会是俄罗斯的反对派干的呢 反对派这里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体制外的反贼 另一类是政府高层反贼 前者确实有动机 而且此前也曾经出现过他们炸铁轨巴电杆的消息 但如果是这些反抗者干的 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承认 以此扩大影响力 但迄今为止都没有出现此类消息 至于体制内反贼发动政变的可能性 则不算太高 想通过一次打脸行动 就让政权更新换代 这显然过于幼稚 这类政变通常得伴随封锁单内扣押高官的配套行动 但同样没有任何相关迹象 那么是不是乌方所为呢 袭击发生后 泽连斯基立刻否认连连 这个大家其实不用太在意 事实上乌克兰对任何发生在俄罗斯本土的袭击 都持否定态度 类似的案例有 克斯大桥爆炸 恩格斯机场袭击 FPV无人机偷袭A50 2月28日 一架无人机试图袭击莫斯科地区的一束天然气设施 但最终在军目标10米外追悔 此地离克里姆林宫不到1000公里 此外还有无数次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 按照乌官方的说法 以上事件均由烟头所导致 乌克兰之所以会全反否认 主要还是因为拿人手短吃人嘴乱 美国一直卡着不给远程弹药 就是怕乌克兰打得太猛 逼得普京狗急跳墙 而为了多争取西方武器援助 做一些表面功夫也是没办法的事 至于乌军有没有能力袭击克里姆林呢 我觉得各位可以不用怀疑 在他的武器库中 有一款无人机 很符合视频中的特征 那就是其自主研发的UJ22 该机翼展4.2米长3.7米 采用活塞螺旋桨动力 号称雾板空中山崩子 最大有效载核20公斤 能以120公里的时速飞行800公里 当然他这里的800公里属于预设航线飞行 无法做到精确控制 或许能摸到莫斯科附近 但精准地找到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官邸 这个很难实现 除非具备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里应外合 乌方与俄方反贼合作 前者为后者提供必要装备和支持 甚至是直接从乌克兰境内起飞无人机 再由潜伏至莫斯科的反贼进行末端引导 以实现精确爆破 那么这样的袭击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让咱们来回顾一下冷战时的一个故事 1987年5月28日 西德青年鲁斯特 驾驶一辆赛斯纳C172单发螺旋桨飞机 自芬兰赫星机起飞 向东连续飞行五个小时 经过两个海军基地 四个空军基地和两个导弹基地 最终在莫斯科红场降落 距离戈巴乔夫的办公室不足百米 虽然鲁斯特宣称 持续是为了消除东西方的堆立 促进世界和平 但他却在客观上打破了苏联空房 牢不可破的神话 并给苏联高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苏共中央为此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国防部长和空防司令以下的200余位官员 因此被撤职 所以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俄乌战争进行到现在 比的不只是钢铁的碰撞 更是意志的对决 正因为有着必胜的信念 乌克兰才得以奋战至现在 俄罗斯那边也一样 而这种针对其最高权力机构的打击 揭穿了俄防空力量行动虚设的事实 并让普京的虚弱 清晰地呈现在所有俄国人的面前 进而削弱了其本就不高的战争热情 而从实际操作上来说 这样的源头打击行动 很可能只是场牛刀小事的彩排 日后咱们或许能看到更多 有少部分刀的卫士可能会心生疑虑 袭击克里姆林算不算恐怖主义行为呢 他当然不算 恰恰相反 他是一场消灭恐怖主义的正义行动 无军的所有袭击 针对的都是俄军政机关 而反观俄军发动的袭击 炸的是乌克兰的医院商长和幼儿园 谁是恐怖分子 普京才是世界的头号恐怖分子 而克里姆林宫就是恐怖主义的老巢 打他那是天降正义 所以不管是谁做的 徐某都要向他献上最崇高的敬意 节目的最后还是来看万分危急的巴赫姆特房乡 这个危急我只是对俄军来说 近日俄安南节度时 普里格金公开宣布 因缺乏丹药 5月10日 瓦克兰集团将从巴赫姆特撤退 我们 собирались 9月9月23日 批评定意识设计 з于不得的 瓦顶 尤其证 看到这个 保险国家 局部下 并非凡采审美剧 把它们往下 让那么不做 我叫 现在 公安 瓦克兴 离 với 总的 派人 不得 有机会 武器 这个消息极为重磅 因为这一辈子显现的压力 来到了一个节点 那么这会不会是 瓦格纳的引蛇出动之际呢 假议社会 然后埋伏上沟的武军 应该不会 因为普杰杜史 是通过他的个人渠道 发布的视频 并不是由官方渠道发出 只要他的视频一发布 必然动摇其余俄军的时期 就算他是想引蛇出动 也会在事实上假系挣作 各位不妨想一下 去年是怎样的 乌军结尾基辅 俄军称之释放善意 主动撤退 乌军夺取蛇岛 俄军称之释放善意 主动撤退 乌军收复赫松 俄军称之释放善意 主动撤退 每一次乌军的反攻 都伴随着俄军的善意撤退 这几乎成了 反攻的基本条件之一 对此我是见怪不怪了 只不过瓦格纳撤退 真的是因为 缺乏弹药的关系吗 这或许是原因 但绝不是根本原因 弹药不是少医谷 故意卡着不给 而是俄军本来就 处处缺弹药 而且就算乌军要发动反攻 突破的重点 也不一定是巴赫姆特 其根本原因在于 普利格金嗅到了风向的变化 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了 他和俄军的其他指挥官不一样 而正规军将领手下的兵 说白了就是炮灰 打光了也完全不心疼 而瓦格纳集团 却是普利格金安身立命的资本 是他的命根子 我早就听闻 这普利格金虽是御膳房出身 但自幼熟读兵书 富有陶略 今日一见 果不其然 依我看 他则是按兵法行事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